健康所向 便秘引起的挫疮如何调理? 李淑萍,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便秘引起的挫疮首先需要调理便秘,同时治疗挫疮 对于便秘引起的挫疮的患者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调理 包括饮食方面、运动方面、药物治疗方面 这类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注意多吃富含粗纤维的蔬菜和水果 比如芹菜、菠菜、橘子、香蕉等 粗纤维可刺激肠病,使肠蠕动加快 也可以多吃一些糙米、燕麦以及全麦制品等 同时还要注意多喝水 在运动方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些合适的运动 也有利于缓解便秘的症状 从而有利于搓疮的缓解 在药物治疗方面 对于经过一般调理无效的患者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进行治疗 目前常用于治疗便秘的西药 有醋未肠动力药、末砂碧莉、泥托碧莉、泄剂、乳果糖、开塞路等 另外一些中程药也有治疗便秘的效果 尤其是辨证为气阴两虚的功能性便秘 比如手绘通便胶囊 手绘通便胶囊组方中的合手屋、鹅胶 不但补血、通便、还有滋阴养盐的作用 卢会清除体内自由基 抗氧化、防衰老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于治疗便秘 不仅能缓解便秘的症状 还能改善搓疮的症状 便秘引起搓疮的患者可从以下方面调理 一、多吃蔬菜和水果 二、适量运动 三、药物治疗 如墨沙碧莉、如果糖、开塞路、手绘通便胶囊等